1910年 李国鼎于南京出生 喜爱物理的他 在1934年赴英国剑桥大学 锦修物理 原本应该成为一名物理学家 却在1948年到台湾 担任台湾造船公司协理 进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1953年 工业委员会的召集人 尹仲荣 邀请李国鼎与他一起 发展台湾工业 到了1958年 李国鼎更担任了美元会秘书长 自此踏上台湾经济改革的道路 到了金安会的时候 其实美元就大量的棉花 那些原料都进来了 所以就大力去推广这个纺织业 所以后来台湾变成纺织丸 就是在这时候开始的 而后李国鼎更陆续担任了经济部长 以及财政部长的重要职位 积极推动各种经济建设 成为台湾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 其中对台湾影响极深的 就是设立了加工出口区 他说我要成立了加工出口区 所以当时后来就研究 出口加工区条例 引进很多外资 到台湾来投资 出口都很方便 所以一装起外汇 一出当就与机会 李国鼎认为 科技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所以他善用所学 推动台湾科技产业的发展 其中包含创建科学工业园区 推动生物科技 以及光电科业等 而李国鼎能有如此成就 就要归功于 他的个性以及原则 他是一个学科技的 所以他就是做什么事情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他没有这个中间可以掰 或者磨砺两可的事情 1972年 李国鼎一家搬进了 位于中正区 泰安街的这间房子 他们这里 住在这里有一个 对我来讲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现在可能你感觉不到 就这里非常的安静 你人在外面很慌乱 头热热的跑回来 会觉得有沉淀安静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 2003年李国鼎古居 被定为市定古基 由李国鼎科技发展基金会管理 并在2010年5月31日 对外开放参观至今 李先生夫妇过世了以后 这个就变成台北市的一个纪念馆 我们这个基金会负责来 把这个照料纪念馆 把它活化 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这间故居不仅承载了 台湾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历史 也将李国鼎的精神 持续地延续下去 感谢观看